CBA第二阶段结束后 三连贯的广东南篮以20胜8负 排名积分榜第五的位置 从未有过的被动局面 杜丰难道失去球队掌控权力 其实不然 因赵锐马上布鲁克斯张浩张浩家等伤病因素 杜丰根本凑不齐一套完全体的阵容 弹劾体系与胜利呢 或许命运总是爱开玩笑 本赛季之前 当意见联网者归来时 无数球迷看好广东未免四连贯 可惜 杜丰在第二阶段算错了一点 年轻球员的成长出现了问题 尤其是张明迟徐兴等小将 仍然需要时间去磨练 但广东夺冠路途不等人 其实在第一阶段时期 张明迟与张浩家的成长 让杜丰看到了希望 虽然无缘第一阶段的榜首席位 至少让球迷们也看到对于未来之星的期许 然而 第二阶段随着赵锐的缺阵 威姆斯的竞赛等消息 一时间打乱了杜丰的排兵布阵 幸亏 杜丰还手握后场黄金双枪的 胡明轩与徐杰 尤其是胡明轩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进攻效率回暖明显 在第一阶段期间 胡明轩场均回合占有率为25.6% 真实命中率仅为49.3% 在同个位置相比排名第29位 他的低迷表现是广东一度迷失方向的关键 反观第二阶段 胡明轩进攻效率更为高效 在场均回合占有率仅为18.60% 能够创造61.3%的真实命中率 全联盟在同位置排名第7位 一下子提升了22名 至于场上的灵魂后卫徐杰 因为赵锐的缺阵 进攻端的戏码明显增加 尤其在1月13至18日 广东连续对阵辽兰广煞与福建 徐杰场均就得到了23.0分5.0篮板7.0次助攻 场均命中5.6G三分球 相信当一名组织后卫成为进攻兼兵时 可见当时广东的处境很尴尬 一直等到莱多的加盟 就火外援莱多火线加盟广东 仅一场比赛就让球迷们折服了 在1月21日面对天津南篮比赛期间 没有与球队完成任何磨合 更谈不上化学反应的莱多 利用出色的大局观意识与个人能力 帮助广东触敌反弹 而个人也得到28分13篮板11助攻 可以说莱多的加盟与广东无缝对接 四场比赛帮助广东取得三胜一负的成绩 接下来第三阶段 广东南篮将迎来全员回归 马上布鲁克斯近几日 社交多次发布训练赵宇视频 以疯狂示好广东的态度 希望朱芳宇续约 从而形成三小封线外援冲击总冠军 第三阶段 就阵容而言 广东将迎来赵瑞的回归 马上布鲁克斯与汤杰始终是个谜团 但威姆斯与莱多将成为常规的双外援轮转 在阵容方面基本上确定了一个基调 不出意外第三阶段广东将迎来一波全力反弹 至少第三阶段最终排名能够定格在前三之内 所以 在面对各支俱乐部纷纷补强时 广东还有机会未免总冠军吗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未免冠军的底蕴有存 只要全员确保健康下 再加上来多在攻防两端带来的多变性 进攻端形成多名威胁持球点 更有效的为阿联减压 看来广东依旧是最具冲击总冠军实力的球队 哦对了 不要忘记 本赛季CBA全明星赛与第三阶段比赛将在佛山进行 广东可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广东可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